川普总统日前表示 中国是操纵货币的总冠军 川普曾经承诺 就任总统第一天就会宣布 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并且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 美国曾经有分析说 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 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将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进入2017年后的几项经济数据 似乎比较正面 美国在1月份增加了22万7千份新工作 这是自2016年9月份以来 月数字最高的一次 不过经济界还是有人 对未来美国经济的状况表示担忧 认为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风险 就是业界对不确定性的担忧 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川普总统 所承诺要做的事情 而如果中国经济因此持续下滑 又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造成何种冲击 2017年美中两个经济大国将如何博弈 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 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 好 欢迎张曼丽博士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美国进入2017年以后的这个经济势头 你是怎么看的 势头目前为止 就是川普的政策 目前只是在酝酿当中 还没有正式出台 大家都认为恐怕 包括现在国会在谈的这个税收的政策 还有其他的一些贸易政策 恐怕要到八月份下半年才能够出台 目前为止整个这个进入2017年的这个势头 还是就是持续就是奥巴马总统 在值的那段时间所造成的这个 对经济这个影响 比如说过去多少年是经济是2%左右的增长 那么通货膨胀是得到控制 那么失业率是不断改善 这个势头一直保持着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这个川普这个 虽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对他这个商人政府还是充满信心 所有的信心指数都是 特别是投资者 对 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来 好像这个表现非常的好 是是是 有一个说法 民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人不识货钱识货 就是说这个过去就是川普第一次 就是第一个月就是上台以来 这个股票指数是历史上提高第二大 第一次那是在几十年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Lindon Johnson当总统的时候 那么就是回到您这个问题 确实整个这个经济势头还是蛮好的 那么现在最新的数字 您说这个就业的这个问题 二十二万七千个新的就业职位 这是川普总统的功绩吗 有一部分应该也归功于他 因为他说要把工作带回 海外的工作带回到美国 对而且就是由他上任以后 在能源方面有新的投资 这个有新的就业机会 那么这是就业机会 还有失业率也是 好像一月份是四点七 失业率 那么比前一个月四点八还是有所提高 有所降低 对不起 就是有所改善 那么通货膨胀一月份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整个这个势头还是比较好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的攻击 有一部分是信心 还有一部分是川普有一部分的功劳 我们再来说就是他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语言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他比如说要承诺的要减税 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要把这个海外的工作 美国企业海外的工作要拿回到美国来 那么在特别针对中国是说的 他上任以后的第一天就要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等等 就是说他的这个竞选语言现在是不是有些已经转化成为政策了吗 还是即将会转化成为他的经济政策 目前为止就是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说明一点 就是说就是任何总统 咱们说政客也好 在他竞选当中所说的话 和真正他执政以后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后 有的时候是 大象径庭 大象径庭 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他不当家不知道这个事情多么复杂 包括就是说川普说他一上台就要废除这个Obamacare 就是Obama的这个健康保险计划 那么他现在说了那么各个州在看 里面非常非常复杂 那你让这些人突然就失去没有健康保险计划吗 这个也州政府也不同意 那么联邦政府恐怕有些部门也不同意 所以他不知道中间这个Govern 就是管理这个国家 有的时候是非常错综复杂 说很容易说 那么就是回到这个 他是不是变成这个政策 目前来看他是在国会 现在共和党提出这个减税的政策 这是跟他这个竞选当中所说的 现在说现在美国的这个企业税35% 我希望降到20% 那么有各种手段 那么现在来说很多的这个叫什么细节 还不是完全清楚 那么他现在还是想力图 把这个他的竞选当中所说的话变成政策 那么可能现实还是阻力比较大 那么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G1咱们都知道是美国比较大的一家 这个跨国公司 那么G1的总裁呢 他就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作为一个美国的这种跨国公司企业 他非常支持这种多边的贸易合作 他反对这种以国家利益 有纯粹的国粹主义角度出发 来自定经济政策 那他意思就是 差点就说不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那么他也说到G1 他说2000年的时候 G170%的收入 收入revenue是来自于美国 那么现在只有40% 那么如果说一个国家 如果太民主主义 那么要把自己的国门稍微关一些 那么别的国家也会仿效 那么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的 在海外的这种投资也好 贸易也好 和他们的生存的这种状况 所以他任何政策出台 那么我们应该了解到 任何行政命令 现在川普都是行政命令 开始executive order出来 那么行政命令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这个三权鼎立 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实施的这个需要 那么比如说减税 比如说重大的贸易政治 恐怕要走国会 那么国会 那么这些国会议员 参议员好 众议员好 他要代表一些公 代表一些他的选民 那么我想这些 美国大企业的声音 目前来说 他们好像是比较反对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措施 所以他能否把他所说的变成政策 得以实施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问号 还有就是所谓不确定性 我们又回到就是川普总统 在竞选期间就说的 就是关于要把这个中国 设为这个贸易操纵国 那么他在接受 如果没记错 是路透社采访的时候 这就是前几天 他又说了 那么中国是这个贸易操纵的 这个总冠军 他还是坚持他这个观点 但是就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他所任命的 这个财政部长 鲁钦 是也是在几天前 表示就是说 似乎现在还不应该 很着急要把这个中国 设定为这个贸易 不是这个货币操纵国 那么这个一个是看出来 就是说他这个内阁部长的 这种和他的这个观点 有所不同 再一个就是说 假如即使是把中国设定为 或者是叫定名为货币操纵国 这个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吗 对美国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中国又会带来 什么样的实际的影响吗 实际影响 好像应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按照这个程序走 如果说财政部 财政部大概是秋天的时候 10月份要我没记错的话 会出现一个报告 说明是不是做个结论 是不是操纵国 那么过去很多年 都没有说设定中国是 货币的操纵国 那么如果是答案是 中国是货币的操纵国 那么还有一系列的措施 这个要走很长的一个程序 那么最后走完这个程序 对这个中国的惩罚性的这种 关税也好达到什么程度 还是有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那么他说 这个川普总统说45% 这个好像 如果真是45%的话 这个后果确实是比较严重 因为中国也是不会 这个就是完全坐等 这个大家就是美国这种 单方面的这个惩罚 那么中国也会出台一些政策 那会爆发贸易战吗 非常有可能这种 有可能 所以他现在好像 虽然他是总冠军 但是他某种程度上 好像没有像以前 那么那么强烈的 好像说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财政部 他自己有两个标准 来衡量一个国家 是不是贸易操纵过 那么我上次算了一下 其中有个标准 如果现在财政部 不改它的标准 那么它是经常性项目的 利差占GDP的比例 如果按现在这个 中国的情况来说 中国不符合 按财政部自己定的标准 那除非说 那你就改这个衡量的标准 那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所以就是说起来很容易 真正要做起来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45% 如果真是要征收 中国的对美国出口产品 这么比较高的税 那么中国一定会有 那种报复的这种措施出台 我们现在就再来说说 这个中国经济 在2017年面临的风险 之前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就是面临的海外的风险 那么更多的是来自美国这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川普总统最后 到底是关于这个货币问题 贸易问题等等这方面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国内的 它自己的国内的风险是什么 现在你来看 国内的风险就是所谓的这个再平衡 就是英文叫rebalancing 那么自己国内的就是 因为现在中国有的行业是产业过剩 比如说钢铁业 那么还有这个 那么它要那个所谓的经济转型 那么一个要减少这种产业 合理的调整这个产业的这个 产业的这个结构 避免这种某些行业才能过剩 那么中国也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这个我们也知道 从这个以出口投资为带动 那么转成消费为带动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种磨合 还有转型当中的一些痛苦 那么 那么还有中国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你打开报纸 你都知道这个通货 不是这个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这个 那么环境污染是一个迫在媒介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环境污染 可能会影响这个各行业各个厂 那么可能对GDP有一种发展 有一种约束的这个作用 所以现在就是国外的这些大的机构 包括IMF 还有就是说这种瓶颈机构 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认为 今年2017年的增长 要比2016年要低 那么假如就是按照这个 所预期的这些瓶颈机构 所预期的这样 那么中国的经济 如果那么受到这种 内外因素的这样的制约 受到的 比如说美国这方面的一些风险 还有它国内自己的一些风险 如果经济真的持续放缓 甚至衰退 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消极作用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 第二大经济实体 那么中国是从商品 就是merchandise这个贸易 商品贸易 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 那么意思就是说 它进口和出口加起来 它的总量是最大的 那么它吸收了很多国家的出口 那么同时呢 中国也是在世界经济上 是比较大的一个直接投资 投资国家 所以说对世界的贸易投资 从而对世界增长 一定会起到比较消极的作用 好的 曼丽博士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说到这 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 经济师张曼丽博士 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